长官有不同的考量 我们就尊重长官的决定 所以就是这样 没有其他的 李鸿源去职 江团队怀疑吴敦义放话 行政院长江一化 千万出众手 如劝雷不及掩耳般的 炒掉内政部长李鸿源 党政高层透露 江一化早就对李鸿源不满 坚持要李鸿源去职 江魁认为李鸿源常唱反调 造成行政院步调不一 并在扫荡亲近非法民宿等事 执行不力 说服马英有同意 撤换李鸿源 你去找副总统吴敦义抱怨 千万马无在总统官邸密会 能决定换掉李 只是昨天有报导称 当时江魁在现场批评李鸿源 对此江魁方面相当不满 甚至怀疑是吴敦义对外放话 江团队怀疑 2016总统选战 在国民党内部已提前开打 对这波改组 造成江里不合传闻 赤裸裸端上台面 试试引爆总统大选话题 李鸿源表示 他的去职尊重长官决定 长官有不同的考量 我们就尊重长官的决定 所以就是这样 没有其他人 就是很平静的 这两天 行政院不具名官员者表示 李鸿源在护证新系统当机 引爆民怨 却只叫次长江家琪出面 及亲近非法民宿处理不力 这些庆竹难书的缺失 才是江葵坚持要李鸿源 去迟的原因 动新闻 收睹会掉 报道 收睹会掉